CPI今晚要開獎囉 我要來拉吧一下 希望可以拉出Lucky7 欸 不要亂拉啦 CPI最好是開5.2甚至5以下 為什麼今晚CPI開獎 台股明天就要通案6囉 欸 巴菲特狂賣台積店 就因台海最爆發 真的嗎 還有 閃物最擔心的是 國安基金打死不退嗎 真的嗎 還有 綠營拼綠女人 青山綠水谷出列 歡迎瘋狂股市不立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Coco 她是那個主持人得腺病毒的Coco 我是主持人哲哲郭總 可樂 你們遠一點 離你遠一點點好不好 沒關係啦 你中獎的 你中的腺病毒 那今天晚上 CPI開獎 也要開獎了 台北明天從萬6嗎 哇 真敢下這個標小編啊 還是老師 已經確定要上萬6了 欸 巴菲特狂賣台積店 就因為台海要爆發了嗎 真的會爆發嗎 最近還什麼要進韓區耶 什麼16號要進韓區耶 哇 不能去日本還怎麼樣 哇 搞得怎麼樣好恐怖喔 是不是這樣 兩岸有什麼問題嗎 確定嗎 國安基金打死不退 真的嗎 還有綠營拼綠人 青山綠水谷 出列 今天青山綠水谷 聽說我們有一個老師啊 他說一定要吃綠咖哩 沒錯 而且要指定瓦城的綠咖哩 這個我們預算沒那麼貴耶 應該叫他來出錢了好不好 真的真的 貢獻一下贊助 我請吃綠咖哩有點噁心耶 綠咖哩味道蠻特別的 喔 我不行 不行喔 太辣了 辣 不是辣 很辣耶 對 很辣耶 好辣 他應該是椰汁加 泰國那種 泰國那種味道太重了 泰國那種是什麼味道 紅咖哩嗎 它是紅咖哩什麼味道 就是吃起來我覺得會這樣那個 洗衣機的水 不是為什麼用這種形容 是椰汁嗎 是椰汁是不是 椰汁啦 椰汁 椰汁有時候我覺得那個味道 我們不喜歡泰國那種味道 太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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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從這些道菜太濃了 好不好 請教三位專家 來 第一位 林玉海分析師 大家好 我是有點疑惑 為什麼綠咖哩不是綠色的 它是有點白白灰灰的 對 這算綠咖哩嗎 對 這個不是啦 是這個白白灰灰 這個白色跟顏色不太同嘛 所以你看到綠不是綠 你看到白不是白 是在參考歌吧 對對對 我想一下 眼前的黑 眼前的黑不是黑 你說的白是什麼白 是這個嗎 老師你現在中期有十足耶 還行還行 跟以前不太一樣耶 是是是 重量級分析師好不好 唱歌就不一樣了老師 你要把它吃完了 我把它吃完了當然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有些泰國菜 我覺得那種味道比較重 我不太喜歡 這是口味問題啊 真的喔 有點 有點洗衣機的水的味道 我不知道 你有喝過洗衣機的水嗎 有進 有進 可能不小心喝過好不好 看老師都不敢吃喔 來 林玉海老師 來來來 小鼠尾16888 一路8888 好不好 這個 那個台灣大車隊也是1688 是 55688 55688 感覺好像 是個某個教育計程車的好不好 另外一位 昆仁分機師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其實我剛剛吃 還蠻喜歡吃這個 你還蠻喜歡吃這個 因為它有點辣 因為我們跟小朋友吃的時候 不能吃辣 所以如果喜歡吃微辣的 投資朋友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 好好好 你喜歡吃辣的嗎 我喜歡麗咖哩味道 你喜歡好 麗鹽是蠻香的啦 對不起 我是那個不正常的 好不好 第三位 哇 也最喜歡吃辣的 陳維泰分析師你好 老師好 嗨 主持人大家好 其實我剛剛 非常贊同剛剛大人哥所說的 其實我帶小孩子去過這一家 他對小孩子不是很友善 他的菜單 對他菜單 基本上他的辣度沒辦法調 對這邊要調 所以你要給瓦城一個建議 對啊 小朋友能夠吃的東西真的不多 那真傻 難怪瓦城這個股價沒辦法上來 你應該要小孩專區嘛 還有就是說你要可以調辣度 不然大人也不能吃 小孩也不能吃 對 因為大人會因為小孩關係不吃啊 是 對沒錯 所以大人哥因為小孩關係不吃 所以瓦城看到你要改一下菜色 對 去過那一吃我就沒有再去 就沒再吃了齁 對 不過後來 三個都是齁 沒有沒有 因為醬可以另外放 對 因為他還是有一些原味 你不能叫瓦城賣什麼 乾連嘴邊肉那些東西 對 還在有他的特色 還在有特色喔 對啊 那什麼意思他醬可以另外放嗎 可以嗎 醬椒麻雞你醬就另外放 就不要淋下去就好 對小朋友吃白飯而已嘛 白飯啊 椒麻雞也可以吃啊 就不能 醬麻雞就拉得了 不要這樣不要淋濕 對不能淋濕 他還是有蠻蠻重口味的 爸爸們在討論進來 不過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好爸爸 那個上次那個製作人有帶我去吃 介紹我去吃另外一家 是喔 NARA NARA 對 NARA 我是賣衣服的嗎 NARA 他是米其林指南的餐廳喔 是喔 然後他裡面的那個 他裡面的那個 我們那裡有四位沒有一位 一位 好 他那邊的幾乎每一道菜都可以去調整它的辣度 所以小朋友就很喜歡去吃 NARA 好 那這一家不錯好不好 又推薦了 好不好看那一家這個米其林應該沒有外送 外送要不要叫過來好不好 來我們來看下單元 來 台經大頭條 老師 聽說你今天指明要參要那個青山綠水谷 馬上都噴出去了 是是是 老實這個綠對你特別有緣欸 跟我都有的嗎 你也是阿 你這個綠那個 那時候當兵的時候也是 陸戰隊的嘛 綠嗎 是是講這個喔 是 團結這樣 好我們來看一下喔 今天 CPA就開獎了 八點半鐘喔 台股不會明天又衝萬六咧 我要跟各位講 我先破題 有很大的機會 明天直接就萬六 是個破題 很有可能喔 衝啦 衝衝 來來 綠營拼綠能青山綠鼓 好我們來 等一下再介紹一下 好 從往六看綠營概念股 綠人概念股可不可以噴出去 是是是 先看一下可是有些人暗示 是不是有暗示 不要升級了好不好 對 有有有 因為其實我們好像 過去都沒有聽到這樣的聲音 終於有人說出一些良心話了 這個芝加哥的這個聯儲總裁 古斯比 這什麼比 這個古斯比嘛對不對 古斯比嘛 這個人是賣法家的嗎 法家那是格斯比 而且重點是他是有投票權的喔 他不是在那邊畫喇糧的喔 所以說他已經有講的內容是 在過度積極升息的這個基礎上 應該要格外謹慎 直到經濟主力以明確讓通膨降溫 其實他就是一個暗示 因為其實有些人說現在 做的作為都已經是過去式了 這個通膨的數據 你看到現在通膨 不是明天看到CPI的數據 都過去式了 可是你現在打是現在打 正在打房 正在打壓經濟的一個習慣 是現在式喔 那會不會要等一下 說不定早就已經下來了 直到那個經濟主力喔 已經明確那通膨降溫了 我們再來做下一個動作嘛 好不好 我有我沒有都可以看嘛 所以已經暗示暫停升息嘛對不對 沒錯 是費城的那個總裁 PATRIK 他是說呢 可能支持在暫停升息前呢 再升息一碼 讓利率高於5% 然後保持一段時間 那他當然就比較 我認為這算中性嘛 我沒有套在黑激進 老師這個很重要 因為你看CPI就要預測 大概就5點多%對不對 是 對啊 那你看他就升息到5碼 升息到5%啦 那我現在升息一碼就5%了嘛 就是我現在我至少 我的那個利率讓人壓過CPI 能壓過這個通膨 這就沒問題了 對 基本上應該是往下滑了 這跟搭檔 所以這個不錯喔 老師 好 那這個我們講 明尼亞波里斯的聯儲總裁 他說預計年底通膨會到3個百分點之後 明年就接近2% 等於說他也已經是預期了 通膨就是一直在往下走 甚至還有就費的 他們其實也有這些主席就說什麼 哇 說其實如果通膨降溫了 應該要降息才對 是 應該是要這樣 是 所以怎麼辦 所以這邊看起來都不錯喔 雖然你說要持續升息 是一個好像明尼亞的那個 明尼亞波里斯 明尼亞波里斯 不好意思 然後他就說 甚至他們說覺得還要再升息 可是暗示你也其實通膨也到尾端了 對 還要到尾端了 老師我們看一下 那通膨能到尾端 好 那這一次呢 其實市場的預期大概就是5.2個百分點 2月是6喔 所以說其實 如果真的是符合預期的話 已經又降了0.8個百分點下來 所以其實通膨的這個數據 是一直在往下走的 真的是沒有必要一直去擔心這件事情 那我們來看看右半邊 好 那重點是看一下市場 也就是華爾街的預期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FedWatch 這個升息的預測 我們看到5月3號 也就是下一次的這個利益決議呢 目前來講是升息一碼的可能性 一碼 對 一碼 66個百分點 然後呢 6月這一次呢 已經是動漲囉 動漲囉 不升息囉 因為剛好CPI 跟現在利益差不多一樣 就不需要升了嘛 對啊 已經到這個5到5.25這個百分點之後呢 不需要再升了 重點是來了 7月份已經降息了 其實前些這陣子在討論的時候就是說 搞不好要明年才有機會降息 我說樂觀一點就是說第四季 結果現在沒有耶 第三季的季初 就已經有這樣子降息的預期了 我覺得這是非常樂觀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今天開盤之後 開票之後呢會怎麼樣呢 如果CPI大於5.5% 現在開票 現在開這個盤很刺激 我記得小時候我喜歡看那種選舉 欸對對對 然後開票 現在台灣的選舉都沒激情了 差不多 沒有激情嗎 還是可以看啦 還是可以看一下 還蠻有 你要到現場看 到競選總部看 你是在競選總部看的 對啊 因為我家就是從政的嘛 我以前就是在競選總部長大 還是正二代 正三代 正三代 對對對 那如果說大於5.5 也就是說超乎預期 0.3個百分點的話 就表示說 好像通膨還是比想像中嚴重一點點喔 那當然啦 你說最壞最壞預期 是有機會回測到1萬5 可是我個人覺得 1萬5 我覺得1萬5當然有一點 我們講這是最壞狀況 其實以現階段 市場這種樂觀的氛圍來講 頂多頂多三四百點 我覺得就差不多了 可是老師問題是CPI會大於5.5嗎 我覺得機率也很低 也很低吧 機率也很低 這個CPI大於5.5機率低 第二個就算大於5.5 你覺得也頂多三四百點 我頂多三四百點 對 而且還是有下滑啊 還是有下滑 對 而且其實你看5.2 我們講5.4到5.2 等於說我們也給它 0.2個百分點的一個緩衝空間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呢 其實它還是會震盪走高喔 對 結果現在往上算 大概都還有400點 再往上震盪走高的這個機會 如果說是5.2符合預期 甚至是以下的話那不得了了 我大概就準備要再漲一千 一路發了 一路發了啦 老師覺得你的那個 16888的那個 對對對 沒有錯 欸站著 欸不行 那個昆仁看你瞪著我 昆仁老師的那個line 來看一下好不好 昆仁老師是什麼 來來來來 Darren888 好好好 這很不錯 我們公平嘛 公平公平 來我們快插播一下 最後的結論就是 小於5.2 對 含5.2 對 就是16,800件 含5.2 16,800 對 老師哇很敢拼耶 當然 那照你這樣講 明天叫3600啦 差不多 差不多 好有機會喔 好不好 謝謝老師 我們大等獨家預告 大等獨家預告 對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台股呢 雖然只有小漲19點 可是 其實收盤價是創下 波段的新高了 是 所以說其實 台股雖然說16000比較 沒有 好像似乎還是有一點壓力 因為目前選擇權在16000點 還是有一定程度的這個壓力 可是我認為說 大概明天就見真章了 今天這個重要的這個 因子去排除之後 明天要嘛就直接就噴出去了 所以說 那至少說萬一萬一 真的不幸回測的話 第一個關卡 還有這個月線來做一個支撐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高點15944 表現不錯 其實差一點點就要過高了 那成交量也有慢慢的做一個提升 今天有2200多億 下一張我們來看 貴買更精彩 已經是連續三天創新高了 而且呢 我們講是價漲量 真是非常健康的一個上漲格局 所以相當的樂觀 再下一頁 欸 主持人哪去了 然後主持人會啊 太誰拜託 現在看資料 好好好 看有沒有看那個 欸怎麼有進韓區 我想說有沒有影響一下 那個台子旗 進韓區就是不聽K-POP那些的嘛 那進韓 進韓區 韓區 是是是 好不好 自打打對就好了 哈哈哈哈 好 好 沒問題 你不是有去國瑜日報正義班嗎 有啊 有齁 國瑜日報正義班 結果啊 他剛剛要求退錢了 對啊 好難過喔 因為我的對手都是那個 那個ABC或我阿兜啊 對啊 都做那個線人才去上的 對 國瑜正義班 我記得這時候要8000塊 哎呀 看起來沒有用 現在可能要1萬多塊了 好 十幾年錢的事情 來我們來看一下 外資 繼續買啦 就是我至少我知道怎麼發音 只是要慢慢發而已 是是是 就跟你知道歌曲怎麼樣唱 是不會走音 只是你發不出來 沒有沒有沒有 歌曲我還是會走音 不好意思 好好 所以我才讓你唱嘛 好不好 外資買53億 這怎麼看 好 因為其實我 我再提供給大家一個資訊 因為其實這個政期局有統計嘛 在第一季外資賄賂是138億的美元 折合台幣大概4200多億 大概4200億左右 但其實整個第一季來講 外資在台股只買了2100億 上下 換句話說還有2000 2000億的閒置資金隨時準備進場 所以我 買下去啦 砸下去就不得了啦 是 所以說樂觀看待 好樂觀看待 是 順便看看來 好 起貨 沒有起貨是不是 沒有起貨 起貨今天 今天動向怎麼樣 還好是不是 還好啦 還好啦 老師都一換口 都平的啦 最近其實我跟你講 今天上位指數 雖然一直穿新高 欸對老師 上位指數 你剛才講太快 你不能趁我不在的時候 就這樣 我們就這樣 我把重點都帶到 是青山綠水 不是滅水摸魚 好是 好 欸啊這起貨 連續這樣四天 一直這樣漲 一直穿新高 怎麼看 我覺得價漲量真的 這很健康的格局 而且重點是 其實市場也在告訴你一件事情 現階段可能大型股 稍微會比較平緩一點 可是中小型股不要翻天 對嗎 對這是最好的機會 台積電啦 對 有人說這個地緣政治風險太高了 能夠知道哪一個招老頭講的啦 招老頭 哈哈 不好說不好說 等一下那個 昆仁要解釋一下那個招老頭的看法啦 好不好 好 好 坤老師你對上位子說一直創新高什麼想法 其實我覺得要補充一件事情 就是剛剛講到台積電嘛 其實如果你把今天的台積電還原回去的話 因為今天台積電它貢獻跌點大概差不多跌近四十點 可是如果把它還原回去的話 什麼意思 貢獻跌點的話 它今天跌四塊嘛 對 然後四八三十二嘛 所以如果今天台積電不跌 就平盤附近的話 對 今天的台股已經創新高囉 哦 一五 一五九五一那邊 哦 已經創破端新高了 台積電不要那麼爛 台股今天就創新高了 但還是幫台積電加油一下啦 加油 但是回來到剛剛的問題 我覺得還是現階段還是用看大作小 因為現階段全新一個季度的內置要認揚啊 那甚至像是一些這種做賬行情的話也要啟動啊 所以還是一樣看一些比較中小型的個股 我認為會更好 好 中小型個股 謝謝老師 為大老師怎麼看三位指數 領先指標 所以我也贊成那個剛剛那個玉可老師所說的 就是萬六應該是不是看得到 好萬六應該有機會看到 這什麼時候 就明天知道就對了 明天啊 最快就是明天 最快明天 好拼了拼了 我們不敢拼哦 大家覺得萬六明天 明天明天 明天見 好 所以讓我們來看一下 來 好 綠拼了 拼綠能了 因為其實在去年11月的大選之前 大概有嗅到這個味道 去年是推出這個 5000多億的這個 十年電網強刃計畫嘛 可是呢重點來囉 來我們來把這個圖先放小一點 好 因為其實明年1月份就是總統大選 所以說這些股票呢 是有機會來這個政策直接受惠的 好那剛好講到說去年其實是推出了 5000多億的 十年電網強刃計畫 其實正常人在想說說 不是你至少要過個三年五年 再看看有沒有要追加預算的東西 結果沒有耶 禮拜一馬上又推了一個 兩年計畫 760億 因為其實政府在這個部分 做多的這個決心其實是非常清楚的 因為國發會目前 他們的目標也是 2050年要做到這個淨零排碳嘛 那當然不只我們的國發會 其實世界各國大概都是朝向這個目標 做一個努力 好那所以說呢 除了導入高占比的再生能源之外呢 也要確保供電平衡和供電的穩定 以及提升電力系統的韌性 因為在3月份 我們這個核二廠的二號季已經停機了嘛 現在大家都在賭 開賭盤 決定看什麼時候要停電 對 什麼要跳電 其實大概五月啦 現在好像賠率最低是五月份 對 因為現在已經開始越來越熱了 你跟誰開賭盤啦 網路上有賭盤啦 網路上賭盤啦 對 今年真的滿變態的 對啊 到現在還是有點冷耶 還是有點微涼 對啊 以前這個時候 都是四月份 五月份 那四月份其實過完 過完清明節就開始換短秀了 其實有時候三四月就已經好熱了 對啊 其實真的滿奇怪的齁 當天大一都還沒收回去 是是是 你看這些怎麼樣 就是確保公平天在平衡嘛 對 沒錯 然後明天再投資300多億元嘛 對不對 對對對 我順便要講一下 最近的那個 之前講生技股很強 是 這些像這種 再生能源概念 或綠能概念股很強 我們順便幾檔股票 小編我們來考一下 我們看紀錄線圖就好 像你說中興電 老師你今天講什麼股票 中興電 就中興電嘛 中興電跟華城 我們看紀錄線型啊 好 最近的那個圖都好強喔 這是華城嘛 對 因為接到這個麥拉倫訂單嘛 但我覺得這是其次 你要想想看 全台灣你有看過幾台麥拉倫 是跟麥拉倫 沒有關係吧 是跟那個吧 我覺得這整體政策 整體的氛圍啊 讓他這麼走強 然後華城是什麼 是電的什麼 他也是有接到這個充電裝的這個部分 對 這個電的關係 你不要讓人家看到你就是很愛超跑 好不好 好 那不是我 那是鍾坤針 好 鍾坤針不在坦的也中槍 對 華城堅直接亮燈漲不在 對啦 老師我們再順便講一下 快速講那幾台股票 我們再請小編來看一下 有些 亞歷也是啊 也是除電的 你不要講什麼 你不要講什麼亞歷三大 那是健身房嘛 亞歷三大 好不好 亞歷三大還在嗎 好不好 所以這些股票 台灣基調中心店都好強喔 所以這些綠能概念股 最近 另外的綠能概念股 以前是綠能概念股是想到 哇 太陽能那些 現在不是好不好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整個這個規劃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邊 還沒講喔 對對對 好 2050呢 預算這個要投入的項目有哪些 靜靈生活210億 資源循環210億 這邊我建議大家直接就照相 做一個參考 重點是在這邊啦 再生能源和氫源 這個是重中之重 所以很多的公司 什麼誰的預算 預算是政府的預算 對 所以說你光是在 要2000多億 2000多億喔 這個應該是到205 應該是2030之前 只是說我們的目標 是定在2050 靜靈排碳 那所以說你會發現很多 包含中心店現在有跨入到氫能 現在準備要推那個什麼 氫能巴士 那氫市其實算是世界上 唯一無污染的能源 因為它是用氫氣嘛 然後可是它排出來的就是水而已 我知道 Toyota就一直想要 就一直想要公這一塊啊 可是又沒做到很好 對 其實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其實感覺氫氣是很容易取得 可是其實技術門檻還是很高 對 所以我們再往另外一邊看啦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電力系統與儲能 兩年760億喔 其實 這是預算嘛 對 預算 對 那當然最主要還是分站在台電 去年5000多億也是分站在台電 賺番的 對 這個是賺番的 以下這些單位呢 都有這個做一些分享 好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好不好 這是預算 這是大比你能分給台電 台電分給相關的一些產商嘛 是 對不對 好 老師 這個有剛才有一個 腺病毒的 腺病毒 怎麼一直叫腺病毒 腺病毒 去去去去去去 他剛才說他全身發燙耶 全身發燙 他都看到我們就全身發燙 我以為是性病毒 什麼性病毒 這能播嗎 好熱喔 真的 你很熱喔 真的 我真的很熱 竟然很熱喔 好恐怖喔 那檸檬栽已經為我打開了 好好好 好啦 那個預算 全身照的是什麼病啊 預算這麼強 那有沒有可能未來這幾年 就直接成為主流 我覺得當然他目前的這個預算 到2030年以前 總計會推出大概900億左右 在這個項目上面 但是當然我們不需要看到這麼遠 沒有看到2030年 但是至少在大選之前 今年第三季第四季 都是有期待空間 都有期待的行情 對 都有期待的行情 每個人主流的定義不同 可是至少要一波行情會散去 好不好 好 我們來看看這些股票 來 相對這些股票 誰 市電 為什麼市電 跟這些綠燃概念股有什麼關係 好 因為其實大家講重電 第一個想到中興電 因為是去年最飆嘛 再來講到華盛這兩天最飆 可是其實呢 大家不要忘記囉 市電其實它是這個 中興電跟華盛 他們的這個 應該講中興電跟華盛 是市電的客戶 因為其實中興電 它的這個領域是在GIS 然後華盛是什麼 配電盤那些的 但是其實他們都有自己 做不出來的部分 市電是屬於什麼都會做 因為它技術最領先 為什麼 因為它背後是三菱電機 所以我認為說 如果說以三檔股票來看 目前股價是市電最低 但是我認為會有一個比價的效應 憑什麼我是最強的 但是中興電可以100多塊 我才90幾塊 我覺得市電其實現在來講 相對還是算低估 老師 現在已經快100塊了 之前這個沒講到 現在還能買嗎 我覺得還可以 就是我們就用 比價效應這樣 80塊現在96塊 對 你就看中興電做市電 好 好 沒問題 好不好 謝老師這市電 我們往下看 下講就這樣 就中興電了 對 中興電當然是 那你這不是一起講的嗎 是一起講 中興電當然是目前 一五類股的整個領頭羊 中興電真的很恐怖 因為之前我們看這檔股票 福利社也有介紹過 他的牛皮 結果他現在怎麼樣 開始發瘋了 這種牛皮股在斬三根了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 為什麼他那麼強 第一個他是去年 5000多億電網計劃 他其實是當中最大的受惠者 所以當然700多億 他也是有這個想像空間 同時呢 第一季他的營收 已經也先創歷史新高了 然後再來就是有一個小道消息說 其實老闆喜歡炒股票 這個不能講就減掉 好 反正中興電大概有這樣的特性 不要減掉 不要減掉 那代表福利社 老闆代表很多人嘛 工之高層 小道消息不代表正確 對 小道消息 小道熊那邊的消息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中興電這樣股票怎麼操作呢 因為其實他在三月份 我們講這個百元 通常是一個心理關卡 公百元公了兩次這邊 這邊第一次馬上打下去 這邊第二次又被打下去 第三次就是完真的了 所以目前來講 百元會具備一定的這個支撐效果 所以如果有機會 我認為拉回到110元上下 你也不用說等100元 不見得等得到 110元附近 其實你就可以準備去做承接了 對 請問給大家 老師 我們用官方說法 官方說法 公司派積極做多股價 是是是 這樣講就好了 沒問題了 是是是 剛才那樣講反而有一點小問題 我們可以講 可以再次更正這個正常說法 好 那中興電剛才坤老師有點點頭 點頭如搗蒜 搗蒜 想請問你一下 你對中興電什麼看法 因為其實中興電他是台電10年電網的最大受惠者 那因為他前一陣子都被卡在那個100塊那個壓力區 可是他這一次 就像剛剛凱哥講到一個重點 他突破了100塊之後 就等於說再展開另外一波公式 那其他的個股的話 都可以在族群去做比價的效應 所以中興電的領頭羊的效果 他是依然存在的 不錯 依然存在 其實我覺得坤老師剛才講得很認真 可是剛才跟你的內容基本上是一模一樣 好像是耶 第一句話就講了我的標題 李頭羊你講到吧 李頭羊你講到吧 然後比價 然後讀播一百元 讀播一百元關卡這條像嘛 也很像啊 你可以把動物換掉嘛 英雄所見 英雄所見 感覺直接重播就好了 我們來看 謝老師 自己的股票 來 CBI開獎 充萬六 充萬六會比較好 我們這樣點閱率會更高 我們這點閱率都蠻高的 充萬六 好不好 希望點閱率能更高 趕快回來 趕快多一點散務 參與我們節目會發現 欸我們很早講 不是我們在臭美 其實Coco大家都可以知道 我們福利社好早好早 很多大型的財經節目 會發現到 東升或非凡 你會發現到 我們CPI的一個內容 最早講 可是像所有財經節目 大家都會討論到 這些CPI的一個方向性 可是開獎後怎麼走 我們都很明確跟大家講 好不好 FaderWatch也是 FaderWatch也是啊 所以覺得如果是很專業頻道的話 你按讚訂閱頻道 好不好 因為今天晚上八點半 你就看到 誒 那個台紫期期我會大幅度波動 你就發現其實這個CPI的數據 真的蠻重要 也 也 小費用很重要 可是你跟CPI比 非同就位數據 一跟CPI比 晚上那個波動會特別大 好不好 這他們要注意觀察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八點半喔 好不好 希望今天那個不要三片delay 好 youtube最近都三片delay 不要到時候已經八點半了 來 請求youtube加油 來來 來我們看一下單元 我最貼 來來來來 金魚 好第一段我們來講金魚 它是稍微有點冷門的股票 可是俗話說的好 我們講人與人最緊密的接觸 就是體液的交換 公司與公司最緊密的接觸 就是股權和人才的交換 好那 什麼東西我剛才聽了什麼想說我 聽不懂 聽不懂嗎 好沒關係這不是重點 對啊 我們直接往下講 因為其實金魚大家可能對他有點陌生 可是因為 你不認為梗那時候 俗話說的好 最有智慧的那個 的海洋動物就是金魚 這還比較好 那是俗話嗎 對不起 吐槽我 跟總比你剛才那個沒有內容 我是做一個比喻嘛 剛才那個完全沒意思 是我們現在專業性一點 你不要亂扯我們在亂扯 那因為其實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金魚 可是我必須跟大家講 他原本是做這個 自動販賣機機台的 可是他 這個什麼毛利 拜託 重點要來了嘛 你不要急啊 莫急莫慌嘛 他現在已經切入到所謂的這個 洪家軍的這個領域 可是你不要以為車的座 就看起來比較瘦好不好 我車的座 被抓到了 這樣啊 不行這樣比較好 正面 好那我們講 他這次 過去有兩次的私募 都是由華漢和乙勝的子公司 去做認購的 而且同時我們剛剛講 人才的交換嘛 華漢子公司 昆山立盟的董事長 他去他們這個金魚擔任 營運的這個總經理 同時他把整個團隊帶過去 把副總協理通通都帶過去 所以其實兩家公司結盟的 意圖是非常明顯的 那其實這邊 所以你說他會變成 鴻海的孫公司有可能 孫公司 因為其實我們講 如果說小公司的劣勢 就是說我沒有什麼資源嘛 我打不贏大公司嘛 可是如果說我獲得 大公司的資源之後 那就不可同日而遇了 而且其實目前 就我側面得知 大概其實應該是有化漢 陸陸續續在灌單給他 哇你這個側面的消息 可是很厚 可是很厚實 很厚實啊 對啊不得了啊 對 所以提供給各位 所以側面得知什麼 我們沒注意聽 側面得知 這個化漢應該是有陸陸續續 都有下一些灌單給他 後面幾個月營收應該都看得出來 真的是很側面 對側面 這很側喔 有過側 有過重量級的消息 是是是 重量級的股票我們看一下 重量級 老師介紹重量級股票 接下來的股票 好這個還是先提醒大家一下 這是新貴的股票喔 稍微留意一點點 對 可是當然為什麼我們講航空 不講華航跟長榮航 對 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喔 因為其實台灣虎航 如果你去看它的這個營收的話 最近都在講 漲那個三月營收很漂亮的股票嘛 對 它其實從今年以來 每個月的營收成長率 都是四位數 對 各時百千喔 幾千%的這樣子成長 對 那為什麼它能夠有這麼高 幅度的成長 因為其實 原本華航跟長榮航 他們本來就有貨機的機隊 所以疫情一來 他們還可以用這部分來做cover 那虎航沒有 它全部都是載人嘛 它是聯航嘛 可是 那我可以學他們 我把椅子拆掉 然後改成貨機 可是這個需要 第一個你要改裝 第二個你需要申請 還要得到許可 你已經晚了人家好幾步 所以其實在過去 疫情期間這幾年 它的營收大概 一直都很難達到 1億元的這個標準 所以說今年 終於整個回春起來 所以它的這個營收 是大幅度的跳針跳針跳針 所以我認為它是非常有機會的 台灣武漢這個量比較少 大家注意一下好不好 那當然育凱老師 這個可能壓寶 這個台灣武漢這樣股票 因為之前新宇航空嘛 之前那個股價 來 漲滿兇的 每個人18塊到50塊 朱老師你也有看好 這個台灣武漢這個股價的總值 不過要注意一下 量比較少一點點 畢竟新貴股票 風險要注意一下 來另外我們來看一下 陳坤老師來 來 深微人緣跟巨大 老師深微人緣講很久了 是的 所以說英雄所見略同 所以 還是這樣看綠能除人 是今年政策方向 因為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可以幫我們切下 我們之前跟大家說的是那個 就是過年專題 那時候 那時候是 開啟建蓋我 最愛 我最愛 不知道你以前有沒有看過這廣告 好 那因為 那時候你就看好 兔年最看好 賺到兔的 好不好 賺到兔 兩根斬停百零三 深微人緣 那時候是83塊 今天收盤價收在103 之前那時候多少錢 83 那現在呢 103 好 那主要原因的話 因為還是綠能除能 另外的話呢 因為其實深微它跟泛紅海還是有點像關係 因為它是正微集團的 那我們之前跟大家說過的看大做小 甚至是說它其實有太陽能 離岸風電 陸域的風電 甚至像水力發電 它還是台灣第一家的離岸風電的統包工程公司 所以它這一塊是今年的受惠的族群 那它當然不是大家傳統中那種重電 可是它如果就所謂的綠能除能這塊的話 也是大家可以留意的地方 另外順便切小一點點 它正式突破了它之前那個爆大量上有限的那個K棒 所以它那邊就會變成 來圈一下 幫我幫我圈一下 對 那邊的話就很有機會變成是壓力轉為支撐的地方 所以回測的過程 如果短線上面不一樣去追高的人的話 你回測的過程只要守得住 它就會展開另外一波的公式 好 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一切的秘密 好不好 這是坤老師 好 下一檔股票 好 第二檔個股的話是之前也跟大家講過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如果最壞是已經知道在那邊了 可是如果當整個產業 好 巨大耶 要庫存很多耶 沒錯 還叫那些善油廠商 是的 這個基金要貨款久一點耶 沒錯 那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三月份營收開出來 三月份營收我覺得很特別 因為它的三月份的營收的話是 雖然有年減3.5% 可是回溫到了86.2億元 比上個月大增了五成 那原因是什麼 大家去Google一下 它其實在中國的那一塊 需求是依然是高的 那之前的中國秒數解封這件事情 我們之前跟大家聊過 因為中國的加速秒數解封 所以會讓很多的產業 得到加速去化庫存 所以搞不好因為這件事情 那假設如果今天也是一個爆大量 然後呢長紅K棒 所以這一根K棒很重要 假設如果它可以守得住這根K棒的低點 那也都很有機會帶來所謂的打底在轉牆的過程 就是最壞的狀況過去了 然後呢這邊就開始有機會去做一個轉牆的過程 好 有機會做一個轉牆的過程巨大 拉遠一點點 看一下底部 之前多慘有沒有到 現在真的打底了 然後這邊底部 可以現在多一 沒有在遠 可以現在少一點點 你會發現到 哇是很漂亮的噴出去 第一根 第一根 看起來值得期待 來 維泰老師 你好 是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兩檔 第一檔就是 就是你花心科 花心科 你花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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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是 那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呢 大陸的一個朝中三環就是被動援建廠 它已經有傳出來它的MLCC的部分要準備要調漲它的一個報價 哇塞 而且它這一次展的比國巨還兇耶老師 是 好 那所以呢其實在講到MLCC 基本上台灣 包括像國巨跟花心科 在市場上面市占率都算是很高的 所以如果說真正整個全市場都在漲價的話 那麼其實我覺得受惠的就應該會是花心科跟國巨 那特別觀察到 它在整個的一個周K線上可以觀察到 花心科的周K線 如果我們可以觀察得到的話 你會發現到 欸線型很漂亮耶 它稍微再縮小一點 它稍微再縮小一點 它是一點點 它就是一個頭肩領 頭肩領的看一下 它就是頭肩領 OK 它就是頭肩領 中間是頭嘛 來 兩邊肩板嘛 是 它就是一個疑似頭肩底的一個型態 那麼這個禮拜剛剛好往上去做個突破 所以在基本面配合的帳 再加上股價又在低檔 有出底跡象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這檔個股未來拉回都可以做留意 好 那謝謝老師 陳偉泰老師 看謝檔 來 好另外一檔也是科的 連發科 對 好 那第三 三月份的營收已經公告出來 來到429億 那是創下了同期來的一個次高 那還不錯啊 怎麼每個人一直說要被砍單什麼的啊 莫名其妙 砍單可能是之前發生的事情 OK 所以它的股價是 它是現在才的反應 那可以觀察到就是它在 就是現階段的股價已經第一個 它非常接近到季線方面的一個持撐 再加上呢它要配息76塊錢 如果說以它今天的一個收盤價來看 只有750多塊 換句話說它的股息指利率是超過10% 所以我認為說它接下來再往下跌的一個空間是有限的 所以我認為說它如果在接下來 我再做回測 例如說回測到7000附近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Table做多留意 好 兩個科 希望大家能買到以後能磕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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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磕 巴菲特狂麥台積磕磕磕磕磕磕的 就因為台海會爆發 而且最近剛才16號要進航區的人 往日本的班機要 對最新八卦啦 最新的消息啦 好不好 但有他說是要那些 航空的一些問題啦 可能要發射這些衛星 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可是畢竟台海會爆發危機 老師看一下巴菲特的做法好不好 文漢氏到底要達遲怎麼退 之前是賛物最怕的嘛對不對 好我們先破題 一樣學凱科的 明天看完6 看完6 對 當然看完萬六之後不只是萬六 繼續往上看 喔 可是CPI大概沒有出現 你都已經壓下去了 壓下去我覺得還好啊 因為如果我剛說過了 如果把今天的台積電那個跌幅 把它還原回去的話 台股已經創新高了 創新高 既然創高就表示說 上檔這個空間是無限寬廣 沒有而已啦 哇 全部都壓萬六 我們這樣賭注沒有辦法成功 萬六萬六萬六 尾卡老師萬六嘛 尾特老師萬六嘛 那你就賭一下不是萬六 然後到時候明天不是萬六 你就贏了 你就最紅了 就是沒有啦 開玩笑 好啦 大家都看萬六 來 我們往下看 那個 剛剛指著講到招老頭的事情 我們就一樣跟大家說 招老頭 這兩個重點 來 第一件重點是國安基金 因為4月13號 也是禮拜四的要開立會 那立會這一次的立會 是他2023年第一次的立會 那如果就去年2022年的年報來看的話 他是投入了545億美元 是歷年來的第三高 那如果以去年的年底的年報來說的話 帳面虧損還有10億元左右 不過沒關係 因為看起來第一季 我們的台股的漲幅高達差不多接近12%多 那假設他如果多買了一些台積電的話 台積電大概也是差不多14-15%左右的漲幅 所以應該 那個國安基金 我自己在想法是說 反正現在目前的行情是已經都回穩了 甚至那個前陣子你如果看 之前虧10億元嘛 我們來看一下12月31要台積電嘛 假設他買台積電買最多 好像 那時候股價多少 不知道就好像400 12月31要來 450塊附近 這邊嘛 對 那現在嘛 漲幅到現在的話大概有15%左右 我剛剛有多換一下 所以 15%沒錯啊 所以這邊至少怎麼樣 就算台積電 放到現在15% 賺不少 你說500多億15% OK啦 所以應該是會賺錢啦 那 倒賺71耶 對 有可能 然後 一樣回來到我們剛剛前面說到的 因為其實國安基金 他的做法 叫做是互跌 但是不拉台 所以最近的行情的話 都被壓抑在那邊 可是呢 如果 現在目前的台積電 或者像是現在目前的行情 是回穩的過程來說 其實就沒有互盤的意義了 或者沒有互盤的 那個 那個理由了 那你如果繼續在裡面的話 那你不妨 所以你覺得 不要互盤了 我覺得不需要 不互盤了 不需要 老師 育凱有事情會互盤 我覺得當然政治 考量有可能會互盤 他都是 因為他正三代 他什麼叫做政治考量 對啊 正三代 然後都是政治 政治的陰謀啦 阿公的陰謀啦 誰的陰謀啦 我哪有機會會互盤 我們就賭一下馬壓吧 我認為不會 我認為會退場 兩個說會退場 對 這 玉凱說不會退場 我也覺得不會退場 兩票兩票 所以換 關鍵的中間 中間票就是他 中間票是你啊 對 那不能我退了之後再進嗎 退了再進 果然 果然是站在散戶那一番 我跳出來啊 我進來 我跳出來 嘿嘿 沒有這回事好不好 就會被人家罵好不好 好 那好了 好不好 所以基本上就是 我覺得 算了 我自己的看法跟玉凱老師一模一樣 因為台灣點數那時候還是蠻高的啦 就以前的點數來比嘛 因為 在2020年之前沒有 台灣股市沒有突破一萬三千點過嘛 有四千有戶 照理說那現在戶也很正常啊 因為那時候戶我覺得就是政治戶盤啦 所以現在已經是政治戶盤啦 會繼續戶好不好 好 但是每個人看法不同啊 可是老師 戶不戶很重要嗎 我覺得還好耶 為什麼 因為現在變成說 反正 如果真的要戶的話 我認為還是偏漲 因為就是 反正就是戶正的指數在那邊嘛 假設如果真的退場的話 還是會漲 好 看下不去 來 因為過去有七次的戶盤的經驗 那我們幫大家點出來說 重點是進場後就是會漲啦 後十天 你不用管他退不退場啦 退場也會漲啦 退場後的十天 和退場後的一個月 和退場後的三個月的漲幅 都給大家看 那如果以十天來看到的話 我自己 我們自己對統計來說的話 其實大概一半一半 不過整體來說是偏漲 因為在2000年那次太多了啦 有MOU啦 那兩根跳功展停板啦 對 那個比較誇張一點 但如果我們還來到 所謂的一個月後的話 其實它就是一個比較平穩的過程 因為有些漲有些點 但是如果我們再把時間 拉長到三個月 也就是說 關金退場 如果純粹回歸到一個 叫做是景氣的理由 就是它不需要在戶了 那那時候的 看起來的景氣都是穩的 行情都是穩的 所以未來的三個月的行情 會是以偏漲居多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那個三個月 我覺得比較合理一點的波段啦 所以如果看一下狀況來說的話 過去的這幾次 那平均的漲幅有到510點 所以我剛剛前面說到的 破題的時候我就說了 如果明天看萬六的話 後續 如果真的因為國外基金退場的話 我自己看不太多 反而三個月後台股會更強 繼續會看多的 所以剛好 人家說五重六絕七散掉 不是喔 變空軍散掉了 因為接下來會展三個月喔 展三個月機率蠻高 雖然也有跌的時候 可是展的機率比較高 謝老師告訴我們 所以這個國外基金要退場 閃物最怕 另外一個招老頭 來 好來 話說呢 去年那個 就是巴菲特他把他的 就是13F的報表 把他公佈出來說 賣了八成台積電的時候 市場一變化然 然後這幾天他因為剛好在 日本那邊去訪問嘛 日本媒體就問他了 對日經就問他說 你賣的理由是什麼 結果他竟然講了一句話說 那個是因為地緣政治的關係 可是 這地緣政治我覺得蠻牽強的 來看一下 如果看一下這個 去年第三季 因為如果去年第三季 是七八九嘛對不對 那假設 因為那時候他的八月份 是佩洛西來台灣 然後那時候中國軍演 那所以也就表示說 如果因為這件事情 你要賣股票的話 那你是不是應該買在前面 所以理論上你應該是 七月巴菲特就買在最低點 那我自己個人看法是 不太這個 不太可能都只買在最低點 這太牽強了 那如果真的要換算的話 去年的那個第三季 買在430塊的均價 那如果去年第四季的話 大概賣在 賣在440塊的均價的話 你可能小 這邊買 這邊買是均價啦 可是代表說他其實上面 應該這邊都有買啦 不可能只買這一天啦 應該這邊也有買 疊下去的時候也有買啦 可是他竟然用了 叫那個地緣政治的關係 可是這個時間 他第二季 第三季的時候 裴洛西來台 然後中國環台軍演 整個都環台喔 這軍演喔 那個時候結果事情過了以後 他應該那個時間 接下來還要再買 因為第二季的財報 第三季的財報嘛 對 我認為是 但是反正不管怎麼樣 如果回歸到現在目前的台積電的話 因為他下個禮拜就要開一把說會了 然後呢 如果最近的話 20號嘛 對 確實是壓抑指數的比較大的問題 可是如果以長遠的角度來看 就是波段的角度來看的話 下半年的台積電 我覺得是依然可以期待的 所以我覺得 先不管巴菲特他做了什麼事情 可是如果回歸到台積電的基本面 他依然是好的基本面 好 謝老師 這閃路兩個最關心的話題 那個巴菲特賣台積電就算了 踹他一腳 對 恐怖的情人 他說這個情人不好 所以這個只是不適合我 我找更好的標的 這招老頭賣台積電 這什麼看法呢 大家覺得不用擔心 還有國安基金有沒有退場 大人哥說 不退也不錯 當然他覺得會退 可是退了有時候更好 分手更快樂 不論是台積電 跟巴菲特的故事 還是國安基金跟台積的故事 分手後會找到更好的人 好 後半段的話我們就幫他 老師他有個美女的粉絲 OKOK來 請 老師聽到那個巴老頭 我就想到巴老頭他也傳出要 把那個比亞迪給減產 減碼 減碼 那這樣是不是他看過 因為這個問題的話 確實他前一陣子公佈出來 13F的時候確實是減持了比亞迪 那不過他們其實有講 因為這個時間點的比亞迪 他的那個市值 就是目前公司的估值 這個部分的話 已經是超越了賓市了 所以就比亞迪的狀況來說 他們是用獲利了結的 這樣的一個看法 我懂他覺得 因為他市值已經超越賓市了 沒有必要嘛 你說比亞迪要怎麼厲害 能超越賓市嗎 這不是真的每一個都特斯拉 所以他找一個相對便宜 他喜歡買便宜的公司 所以那便宜不是說股價很便宜 而是說 估值 估值 估值合理便宜的股票 是的 沒錯 因為 哪些新歡概念股比較好 好 因為我們剛剛前面講到的 看大做小 所以第二季我一樣看投信 看內資 看法人的做法 那現在的話 我們就是先請投資朋友留意 就是新買的股票 因為新買的股票 會比那些大家都有的股票更標 尤其是第二季剛開始 新的任養跟做上行情開始的時候 所以可以方便請導播 先幫我切一下那個4 9 6 7的十全 你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來 幫我帶一下那個 投信的持股 投信 是的 投信的持股 有發現嗎 這叫做是從來都沒有買過 突然在這邊去做一個進場的動作的時候 然後呢就展開 到他前一陣子已經漲一波了 結果呢 買進之後 又再漲一波 然後呢到了昨天 他是一直漲 他漲三波 漲四波 都沒在停的好不好 他就是一個從無到有的觀念 我們之前跟大家講過 這個很重要 所以你可以留意哪一些股票 是投信剛開始第二季 好恐怖喔 我們來拉遠一點點 因為他其實就是最壞的情景 這邊啦 剛噴出去的時候 對對對 當然如果到這邊的話 其實叫做是 記憶體是 當然是最壞的狀況過去了 可是這邊問我說 要不要去做追加的話 我倒請願你稍微去拉回回測 像那個月線附近 我覺得第一位那種記憶體喔 感覺就是有 有時候有內枯線的 有消息的人才能掌握 不然你根本就掌握不到 他這一波的走勢 他一批子出來的時候 不好意思都下去了 因為他們比較吃景氣循環 對 或者比較吃一些庫存的調整 所以這比較麻煩的地方 好回來到剛剛那個列頭影片 所以這些相關個股的話 都是投信新買的股票 所以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說 這些相關個股 如果這邊有那種 所謂的拉回測試到月線 或像是一些測那種 關鍵的技術面支撐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做留意 是 長榮航泰 然後定義投扣 然後身為能源 我剛剛講過 另外的話 金豪科跟巨鴻 好 都法輪有買嘛對不對 好 而且法輪最近才買的嘛 對 投信第二季新歡股 我們來看一下技術現實 這兩檔股票 長榮航泰就是 對 挑兩檔股票就好了 那第一檔個股的話 是在2645的長榮航泰 那他是3月14號的新股掛牌 我喜歡新股 因為他就籌碼乾淨 我就是喜歡新歡 這個房獎過很多次 這麼花心就喜歡新歡 喜歡人家第一次 三四櫃的時候 比較乾淨 第一次 然後被那個投信 老師 維大老師你幹嘛笑那麼開心 我們沒有什麼意思 除了嗎 集中度真的很重要 像剛剛那個台灣 或者是新羽 基本上他的大戶的持股比例 都超過70% 大戶持股比超過70% 剛剛韓太也是一樣 好 第一次 這是新三四櫃的 什麼時候 因為他3月14號才是新股掛牌 是 然後另外的話可以發現說 他怎麼五天果然投信就開始買進了 然後邊買就邊漲 邊買就邊漲 因為他也是那個就是國家隊 就是軍工股的無人機的國家隊 因為他像雷虎他也有通過那個經濟部的標案 所以他的第一台模型機 預計會在第三季的時候推出來 後面的話也是大家可以期待 潘潘泰的任養行情 潘潘潘泰的投信任養行情 3月中旬三四櫃嗎 對 3月中旬 結果這個籌碼很集中 最近投信還要偷偷買 所以這籌碼非常集中 第一個就是說 本身大戶的集中度就夠了 對 因為新的股票 有時候你還沒分散 還沒把籌碼賣給別人嗎 對 所以籌碼一定比較集中 那籌碼集中算了 投信還買成這樣子 而且股價看起來也要正式的噴出去 好 它很有體財 籌碼滿漂亮的 再來下一檔個股的話 你如果去看它的財報 你應該不敢買 可是你不敢買的時候 我們來看這是誰 投信 偷偷的在3月的時候去做買進了 這檔個股的話 是8084的巨紅 以前的巨紅是比較像什麼射屏 然後像是電話機 甚至像是記憶體 那種比較低階 而且比較傳統的 可是如果你去看一下 它最新的法說會 甚至它一些最新的訊息 出來的時候 它轉型到AI 然後這個AI的助聽器 因為它本來就有升學的專長 所以它現在這個新的產品 叫做AI助聽器 什麼叫AI助聽器 AI什麼助聽器 以前的AI的 應該以前的助聽器 它都比較屬於那種升學的 就是你聽到什麼 它就給你什麼 可是它這個AI助聽器的話 它是幫你把那個升學 導到AI的那個系統上面去 這很特別 我覺得很特別 那它上次在法說會的時候 那個全部的參與的法人 嚇一跳說 怎麼會有這種東西 我老實說 不確定這個東西 是不是真的能夠 在未來去做發酵 可是它至少來這邊 它已經通過了台灣的FDA 和中國的FDA 表示它真的已經通過FDA的認證 既然通過認證 就開始看出貨的程度 那去年年底 已經中國在那邊小量出貨了 那今年的話 應該會有大幅的出貨 那另外的話 它預計要把這個新的商品 也推到了歐美市場 所以中國 美國 中國 美國 歐美 然後還有台灣這邊 它都會有後續的一個效應 所以投信敢在這邊低低的買 那不妨就是跟著投信一起去 了解這種 這邊附近 有沒有 也這邊回撤了有沒有 所以就是回撤 只要不破低 就很有可能是投信的成本 跟著投信去買就好 我大概懂你以前 以前住信記 可能就是哇 幫你輔助生意 放大或怎麼樣 那現在可能是比較科技化 比較儀器化一點 你搞不好去日本的時候 那個聽到日語 它有一個幫你說 幫你翻譯嘛 對 那個要幹嘛 想要做什麼事嗎 為什麼要翻譯成中文 它就是AI嘛 AI就是眩嘛 OK 就是眩 好不好 沒事 開玩笑沒事沒事 好 巨虹 8084的巨虹 謝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股票 來 巴菲特狂賣台積 其實現在去日本東京 其實基本上 前兩年去的時候 都基本上 你可以不用講日文 因為很多在中國 很多都是中國的移居過來的 這一兩年其實比較少啦 不過最近又有 又有這種感覺了 所以在日本去東京 基本上講中文就好 當然有AI的助聽器也不錯啦 好不好 助聽器不是聽心臟的聲音嗎 那是聽整器 搞錯啦 我怎麼覺得 今天 你今天在幹什麼 你今天幹什麼 你平常都沒帶腦袋了 你今天連膝蓋也沒帶 對啊好不好 都沒有帶好不好 好不好 好啦好啦 大家累大家累 所以要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看我們主持人這麼累 大家那麼辛苦 請回家的私下 一定要訂閱頻道好不好 要留言一下好不好 看今天八點半有沒有猜中獎啊 哇台子齊會賺個一百點 哇我們全部都中 我們分音師 主持人大家都中了 哇最好 接到關係 到時候我們就播重播好了好不好 全部都猜中 好不好 讓每週一段從網 接八點上線 一三五是解辦影片 二十四是教學影片 轉直靠 謝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eeFeeFee 嗚嗚 大局大力多 哇 這個很重要啊 拍生意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一凱老師 唱歌 然後歌神神 賣遊戲 賣這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自棄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先告訴你 大家二月一高 放大股 閃先 好 開始想打 哇 你的嘴巴好厲害喔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賽事 該如何賽事 只有誰能快點告訴我 原地家 不要機會錯過 怎麼大呼 感覺好像盯著我 最高殺地的經驗真的痛 黑揚機率 常過期是貿易中 Oh I know 看空 瞬瞎球中 都由我跟 在你左右 有壞酒本 買這套 交易之前 要考慮自棄 我還不喜歡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先告訴你 這倒動 你來對不對 最最高 超最低 想要改掉這壞毛病 一種一到中環上 八點上線 八點上線 二十一刀尖尼憲 二十一刀尼憲 一刀尼憲 二十一刀尼憲 二十一刀尼憲 瘋狂股市福利社 爛鐵財富 瘋癲